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今天要输入什么 输入成绩的练习 输入成绩的练习 这一题逻辑很简单 就是输入比如说1 2 3 4个成绩 那只要我输入负1的话 那我就离开这个回圈 也就是当我不是输入负1 我输入的是一个整数 那就表示我是输入成绩 那当我输入负1 表示我是跳出的一个地方 OK 所以其实这一题 理论上用坏回圈可能比较强 因为坏回圈坏了什么呢 只要输入值不等于负1的话 那他就继续输入吧 那可是如果输入负1的话 比如说这个已经是负1 那就表示要跳离回圈了 然后再来做哪些事情呢 来帮我统计一下 总共输入几个学生 然后呢 他的总分多少 他的平均多少 OK 那可能会有个问题 那我资料该放在 Python的哪个地方 当然如果以前我没有Excel的话 其实蛮简单 Excel里面呢 他基本上 你打开一个空白的Excel 比如说我这边开一个空白的Excel 他本身就是一个list 就是清单 也就是你随便输入 比如说我输入89 Enter 85 Enter 87 81 那我最后呢 我要算里面有几个人的话 有没有 那基本上我可以什么 我可以用 比如说Cons去Cons他 那如果我要加总的话 那很简单 加总就加总 Sum一下 那如果要平均的话呢 这边也有 所以你会发现在Excel里面的话非常简单 Cons的话 其实你可以用Cons if函数 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用 用统计里面的Cons if 你就这边打个C C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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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话Cons Cons的话就是算里面的数字有几个 把这个范围给他 他回来都会有四个 有没有 那可是如果今天同样的事情在Python里面 要怎么做 那当然如果跟Excel比起来的话 Excel它是识别化 可以存放资料 放在哪里 放在Excel里面的储存格 一个范围 可是在Python里面不一样 所以特别注意 我输入假设不知道有几个成绩 所以这时候的话你要记得 你就你的那个变数 你就不能说像我们之前用A用B 那因为A跟B只能放一个 那怎么办 这时候你请要注意 要用串列用List 那List里面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地方 包含什么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如果你要增加List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 List 特别之后 它等于后面的话就一个中瓜糊 这个中瓜糊的话指的就是 我要增加一个空的清单 所以特别之后 如果你今天要放资料的话 第一件事 你需要先给它一个空的串列 那第二个的话你可能要注意一下什么 你要把资料放进去的话 你可能接下来要知道说 你怎么样把资料放进去 这边的话呢在串列里面 会有个叫Append的一个方法 Append的就是把资料放到里面去 那再来还有什么呢 我想知道里面有几个就点Counts吧 那其他的话 你可以针对所有的词去做存取的话 你可以在逐一的跑一个回圈 那再把资料把它拉出来 那其他还有这些相关方法 那我把这个地方先给各位看一下 Demo一下 这个是写好的程式 OK 我这边的话最高最低分这个先不要 我们就平均跟加总 OK 那比如说我今天 我第一个 我先执行它好了 不让一下有个话 第一个不用输入成绩 第一个 第二个成绩 你会发现这个跟刚刚Excel有点像 一样输入成绩 可是在Excel就直接放储存格 可是在Python里面的话 它就放在一个串列里面 那哪个串列呢 我刚刚讲 你必须要给它一个空的串列 所以 比较麻烦就是说 你可能要先记得 要先给一个空的串列 然后再把这些资料 放在这个空的串列里面 那用的方法就append append append append的进去 就是你输入Input的那个值 你就append的进去就可以了 OK 那最后的话 当然你用一个坏回圈-1 如果当它的值 不等于负1 那就把资料放 如果等于负1 是啊 就跳离回圈了 OK 所以程式应该可以 大家有知道 然后unenter的话 它就跳离 跳离之后的话 帮我产生三个结果 第一个 计算一下 总共输入几个学生的资料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帮我怎么样 帮我做成绩的加总 比如说这四个成绩帮我加总 第三个呢 帮我平均一下 那后面其实我 其实他有做了 最高分是谁 最低分是谁 最高分是几分 最低分是几分 Enter 那你会发现 总共有几个 4个学生 因为我输入4个成绩 总分就把它全部total加在一起 平均的话 就把它全部 这个成绩加总之后 再除以4个人 就是89点 那这要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我刚刚讲过 第一个 你需要建一个清单 对 所以假设名称叫scope scope等于空的 那再来的话 后面我刚刚有提过 就是我们需要什么 需要几个东西 几个变数 另外还有几个变数 total 将来我要加总 这个成绩 有没有 所以预设值等于0 另外inscope的话 就是输入的成绩 比如说我建input 我要放成绩到 那个串列里面的话 那我会先把 这个成绩先放inscope里面 那接下来的话 我就做什么了 再来做 话有当什么呢 inscope不等于-1的时候 不等于复义做什么 就是把成绩放进去 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们做什么 就是input 所以接下来就下一步 就是input 请输入学生成绩 就这个 所以你会发现 这边会跳一个什么 请输入成绩 的这个字串在这里 那我当我输入86的时候 其实是86的字串 那必须转型嘛 那我用evil 前面讲过 你用int的话是转成整数 用froze是转成浮点 那你用这个是两个 它不管 反正你如果是小数点 它就小数点保留 如果你是整数就神 所以用evil 这个蛮方便的 OK 然后把86 实际上它是去除什么 去除这个字串符号 把86放在inscope 所以inscope的话 就是一个整数 OK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就放进来之后做什么 再把资料 特别是关键的地方来 再把inscope的成绩86 放到scope的这个清单里面 那怎么放呢 特别是要 下一行就是关键 就是用append 有没有 那怎么append呢 把scope的变数名称 后面加上一个点append 然后把那个成绩放进来就可以 所以特别是要 你就打一个scope 点 后面加一个append 那些点下去就把append就出来了 然后你就把什么 把inscope的成绩怎么样 就把它放到这里来 这样就OK了 他就帮我把他的成绩放进来 直到输入-1为止 那再来的话就是怎么样 我如果想知道总共有几个学生的话 在inscope是用count 那这边的话我们用什么 用len就可以了 也就是外面呢 如果你包在scope外面包一个len的话 那他就会算什么 算里面总共有几个学生 所以printer共有几个学生 有没有 但你会想说 老师你为什么要减-1呢 有没有 为什么要减-1 特别注意哦 这边程式 因为有个逻辑 输入一个 有没有 append的 输入两个 输入三个 输入四个 输入这个 有没有 你会发现哦 -1怎么样 -1的话呢 因为 我是先输入之后 再把它加进去 然后再回去判断 哦 所以特别注意哦 所以呢 变成说他会多append的一个负一哦 那也就是说里面会多一个学生哦 假如你没把它剪掉的话 会变成说他有五个学生 OK 所以这一点可能要注意一下 用len包在外面 可以算他里面有几个人 再来的话呢 总共的总分total是多少 所以特别注意 再来total的话呢 要怎么去接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这边 画面先还给各位